那我就介绍一下我们前一段的一个网络广告的一个刊评 这个呢我们实际上就是这个客户呢 他是跟网络产有关的 然后呢他在那个报纸 他的广告包括报纸的广告 还有那个报纸的文章 还有电视的那个就是新闻采访 然后那个这个广告后来呢 就是又加个那个动台网的这个 那个sponsor的那个article 在这个报纸和那个报纸的文章 还有电视的经文出去以后呢 就已经有反应了 我呢那个追踪这个客户的广告效果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 就是那个到底就是 中国大陆的这个广告 它是反应怎样吧 后来我就那个 把自己的pchart呢 就放到文章上了 就是放到这个 这个大军报的文章后面了 然后呢 放了以后呢 在动态网出来之前呢 就当时就有有也只有几个人跟我联系了 后来那动态网出了以后呢 就是这个真的就是联系的速度就理解的加快 然后就就就是一个联系的人呢 也就是也越来越多哈 啊 确实像刚刚自己说的这个动态网的确 给广告的效果加了很多的分哈 然后呢 那个呃 然后我们在动态网上的这个这个文章呢 里面也是也有微调啊 啊 也有很多的图片 所以呢 也那个就是呃 效果也非常好哈 那我现在主要的就是想说一下 就是这些中国大陆的这些客户呢 他们跟我联系以后呢 就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首先一个呢 啊 我就觉得啊 这个就是他们啊 首先是啊 所以我先我先在说他们反应之前呢 我想说一下 就是这些跟我联系 这些中国大陆的客户 他们的他们的特征哈 第一呢 就是分布的非常广 那有那个就几乎没有人在同一个地方 你比如说 这里有上海的 有北京的 有广州的 有香港的 有台湾的 有德州的 有加拿大的 还有辽宁的 江西的 啊 就是他们可以说就是遍布吧 就是不同的城市哈 啊 这个分布非常广 就是 到现在为什么有一个人是在同一个城市的 然后呢 就说明我们的动态吧 就说明我们的网络真的是就是说 瑞士到不同地区的中国 然后就影响力非常的大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这个的确是以男性为多 基本上 呃 在我这15个 那种联系里的话 几乎 呃大概只有 三个吧 是女性 而且呢 其中有一个 他还是说是因为他老公 破网看到的 所以呢 那个可以说是男性占绝大多数 然后从年龄分布来看呢 就是我跟他们 呃 聊过的呢 基本上就是 是中年人 就是年纪 呃 就是这个感觉吧 大概就是四十岁 三十到五十岁左右吧 就是给我的感觉是这个年龄 啊 然后呢 这些人就是说 普遍的来讲呢 啊 就是收入 都是属于那种收入比较高的 呃 这个应该说是 呃 家里头 其实都是一个 就都是有百万 你听的吧 这种啊 就是那个 就是大多数哈 都是就属于收入比较高的 然后给我感觉 他们的收教育成功也 也是比较高的 呃 呃 那个人的好像就是说 那个 呃 从跟他们的谈吐来看啊什么的 我都觉得他们就说教育成功比较高 然后这个是 呃 基本情况哈 那么给我感受 最最深的就是呢 那个他们对我们的媒体 非常的喜爱 呃 然后呢 那个他们的反应呢 呃 也非常强烈 那我举几个例子吧 那个呃 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跟我联系 联系以后呢 就他们把我的mechat的就是微信加了以后呢 他们就问了我的一些问题 就是就是我们的这个文章还有广告的一些啊问题 那他们把我就当成这个呃 万方就把我当成商家了 当成那个商家的代表 所以他们就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然后给我提好多问题 那因为我呢 那个我不是商家 所以他们有些问题呢 我也回答不出来 而且呢 我也不能够就是呃 呃 我不能够代表商家去回答问题的 那我 我就是呃 不时的告诉他们 我说我是在这个媒体工作的哈 我说我是这个呃 新大人大别人的媒体 但我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呃 那个放上呢 主要是为了呃 把你的那个和就是和商家呢 进行沟通哈 因为可能有些些问题啊 或什么的 我说我主要的就是为了一个帮助你们 沟通方便哈 那他们听说我是媒体的那个工作人员以后呢 他们的态度马上就变了 他们呢 就是呃 就应该就把我当成他们的朋友了 然后呢 就因为他们认为我的那个是第三个人吧 他就把我当成朋友了 然后呢 就开始跟我聊起来了 然后有的呢 基本上就是一聊吧 都就是都一个小时那样的聊哈 然后聊的时候 我们感觉出来 他们很多人呢 就特别的非常的激动 我我举几个例子 就有一个人呢 他是 他跟我那个通上电话以后呢 然后他就他就说的那个 呃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是石涛的粉丝 他说我跟石涛三年了已经 他说我还在石涛的推迹部份上 跟他那个交流过 而且还就是购买过他的一些什么 就是产品啊 配件还是什么 我也快去了 他就说 他说 哎呀 他说在我那个 呃 看那个石涛的电视以前啊 他说我自认为我是世界上非常聪明的人 而自从我看了石涛的节目以后 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更聪明的 比我更 呃就是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比我 那个就是让我非常佩服的那个人哈 然后呢他说的哎呀他说的我太开石涛的节目了 后来呢 然后然后说完这个以后呢他就跟我讲他说的他就他那个就是几乎每天都那个上我们的网站 然后他其实得到我们的消息呢他是从呃新唐人的那个网站上看到的那个那个新闻新闻然后呢通过这个新闻呢他就又测试后来又找到我们的文章因为我的联系方式放在文章下面其实很不处来的然后呢又找到我们的文章然后就跟我联系上了哈 后来他说那个呃呃他告诉我他说的他呢又到了通过这个破网他到了我们的神运网站他说的他就说他说神运太棒了他说太了不起了然后呢那个他说去年呢他就买了神运的票要到台湾去看神运但是呢那个他在要要出行之前他得立场大币他走不了了结果呢就是没看成票也浪费了后来他跟我讲 因为他因为他要来看我们这个这个房地产项目嘛然后他说今年春节我要去美国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你能不能帮我订几张神运的票他就跟我联系他跟我商量哈看看那个就是这个神运什么时候演出在哪个城市后来呢我就那个跟他就一直跟他就是我就帮他看这个神运演出的期待有什么的最后就给他订了给他全家啊订了这个神运票然后他说这个 就是这次看到美国去看谁因为是我这次到美国呃那个呃旅行哈看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是必须要呃要去看的然后呢他就他就呃还跟我说呢啊对他这次来呢他还要看NBA球赛他说我在中国也看他在这次呢我要现场看一下什么然后他还跟我说这个就是说呃 帮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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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NBA球赛的这个票的时间啊什么然后当然他也跟我讨论了那个就是发动工的事哈然后他也说呃他说我们呃那个我们的文章啊我们就是对中国的问题分析啊什么看嘛他就说他就说非常的呃赞同吧那个反正就是呃聊了很多后来也聊到就是说信仰啊什么的这些的呃 那这个呢我觉得呢他就说他就说他反应的就是非常好哈然后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定型呢也是啊这个人呢他这个呃他是呃也是呃也是做生意的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发现呢我们的广告呢他是坐飞机到香港哈刚刚下飞机在香港的机场他就上我们的网站了然后他就一下看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文章啊啊啊看见我们的广告了 后来他就跟我联系了啊然后呢他就因为在香港机场那个上我们的网站是直接上啊就是不用翻墙然后他就上我们的网站了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他跟我聊起来他就说啊我我那个啊认识那个你们呃练法工的人他就具体的他认识谁他就告诉我了他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什么的哈他说而且呢他们还是我的好朋友啊什么这些呃 所以就跟他说那个他就跟我说这些他就跟我说那aky yphirhan仔呢他就 saug 呃呃呃ại我们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个有一个那个arekek c united 呃他他是他是一个一个人的母 mik reflect啊然后他就跟我讲我问他从哪因为au glove 这是怎么看到的从哪知道的然后他就他其实是在德州但是这个我根本就就没有在德州做财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说你是怎么看到我的交集的,他就说我在报纸上,我在大约报纸上,哎,我真挺奇怪的,因为我们在某种工作没有做广告,那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后来我又问了,我说那你到底是在那个怎么看到,他说,哎,反正我是看到你嘛,我就是在报纸上看到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就也是跟我聊, 什么的,而我觉得这些人呢,呃,那个就是,只要,就是,啊,这还有一个人,他其实他是做房地产的,然后他跟我聊了,他就说,哎呀,他说,呃,你们,你们的网站上,那个澳洲和那个欧洲的,呃,英国的啊,什么那边的,就说房地产的数据比较多,美国的呢,偏少,他说你能不能建议你们的那个就是,呃,网站啊,建议你们的媒体呢,多放一下美国的房地产的数据比较多,美国的呢,偏少,他说你能不能建议你们的那个就是,呃,网站啊,建议你们的媒体呢,多放一下美国的房地产的数据比较少, 这个房地产的信息,呃,那个,他说我在国内呢,我在那个,他在上海,他在上海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公司,他说我们公司呢,就是做房地产广告的,他说你登的这个房地产的信息呢,我都已经在我们这儿发布了,已经有,有人有兴趣想去买那个,那个房子了,那个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以后你有什么好的坠率,希望我们,那个在网站上都放一些什么东西,就及时的,一个告诉我,他说,好, 那,那就是,整个来讲呢,就是,然后还有一些人给我,给我就是,贴过来,就是说他们对人民币贬值啊,就是说他们对,呃,就是当前的这个政府啊,呃,就是,呃,就是,呃,就国内发生重大灾难,然后当前的,咱们这些,这个政府采取的那些,漠视啊,对生命的漠视啊,什么,就是说发展一些感慨啊,就我就能看到他们的那个,呃,就是那种,呃,那种,呃,那种,呃,那种, 对,是对,优国优民的那种,那种精态吧,但是我就能觉得,就是说,关心我们媒体的那些人,他们的素质,就是普遍都是比较高的, 说实在的,我,我真的是没有时间跟他们聊哈,如果我要有时间跟他们展开聊的话,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说,呃,能,能够,那个,跟我聊很多哈,但是我确实也没有时间,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他们一旦知道我是媒体的以后,他们真的就是,就是,呃,立刻就敞开心碎哈,然后就把他们个人的,呃,那个情况啊,个人的都做些什么呀,然后他们的电话,他们的email的地址啊,什么的,就都提供给我哈,呃,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的感受特别的深哈,我,我真的就是通过,呃,跟他们,呃,那个,就是,呃,我真的通过跟他们那个,呃, 接住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们媒体啊,真的是影响力哈,在中国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哈,然后呢,也是那个就是,呃,中国人真的是,呃,非常的喜爱哈,然后呢,还有一个作为,我就跟他讲,就一天晚上,我就跟他联系嘛,今天我就是一定时间嘛,都接近一点嘛,然后他说你这么晚还在那个工作,我说对啊,我说为了这些可爱的中国人哈,我说我愿意那个就是说,呃,多帮助他们,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的,嗯,他说的那个,哎呀,他说我现在就是越来越相信那个缘分哈,他说真的是,呃,那个,呃,我们那个是有缘分的哈,然后,反正我就觉得,哎,我就觉得真是,他们这些人就普遍的对大法,对什么,我都觉得都是很正面的,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呢,嗯,我觉得就说我也是更有信心了,啊, 啊,那我们把这些结果给了我们的这个广告商以后呢,那他们解决是非常的,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个结果就是完全超乎他们的那个,就是完全超乎他们的想象吧,就是超过他们的一期,所以呢,他们也非常的高兴,然后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成功的例子,又跟其他的那个客户分享, 啊,然后其他客户呢,也都觉得,呃,也都觉得我们的媒体那个太,那个powerful,就这个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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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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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